要买车 你关注的是品牌 外观 还是性能 或者抛开所有的干扰因素 关注它的实用性 当以上所有的都成立 你还关注什么呢 我给你最关心的价格 只要你敢来 我就敢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欢迎来到微车志 加入微车志 惊喜购车优惠 就等你来抢 从现在起 关注微车志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加入微车志会员 告诉我们您所关注的车型 您就有机会成为微车志幸运买家 每周我们将从有购车意向的会员中 随即筹取三位幸运买家 幸运买家只要通过节目中所设置的重重障碍 就能获得微车志联合各大汽车经销上推出的 低于市场价的全省最低劲爆优惠 您想以最低的价格买车吗 您的手机还放在一边吗 别有余 赶紧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成为微车志会员 用低板价买车的幸运儿就是您 今天我们从微车志会员当中随即抽取了三名有购车意向的幸运买家 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唐梦盈 驾龄三年 职业公司职员购车意向 日系或者韩系品牌A级驾用车心理价位10到12万元之间 要求油耗低手动挡 用途啊 家里已经有一辆自动挡汽车了 这一辆主要是给指挥开手动挡的爸爸日常代步或者周末短途出游 黄海君驾龄五年 职业私营业主 购车意向 A级驾用车 品牌不鲜 心理价位10万元以下均可接受 要求三项车空间大 养护成本低 用途目前已经有两辆微型车用于平时拉货跑业务 现在想买一辆三项车作为日常驾用 陈富娟2年前考到驾照 但是一直没有实际驾驶经验 职业平面设计 购车意向 除日系品牌之外的其他品牌入门级车型 心理价位10万元以下均可接受 要求啊 好开好看 维修保养便宜 油耗低 用途 驾照拿了两年多 一直没有摸过车 孩子慢慢已长大 时间都去哪了 家里想购买一辆A级车 作为日常驾用兼顾周末出游 最重要的是保养维修要方便便宜 这对于新手来说很重要 欢迎三位非常幸运而勇敢的挑战者 那么他们呢 将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迎去北京现代云南宝龙4S店 为他们提供的购车优惠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们三位 心仪的车型 基于三位幸运买家的购车意向 微车只经过精心挑选为他们选中了 由北京现代云南宝龙4S店 特别提供的北京现代 越动1.6升手动豪华型这一款车型 该款车型指导价10.98万 云南地区市场价9.18万 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 也就是微车制 我们是联合了北京现代云南宝龙4S店 提供限量三台 每台8.78万的超值大优惠 优惠幅度2万2 这可是云南市场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 错过要后悔一辈子的超值优惠哦 面对巨额优惠的优惑三位幸运买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受我们设置的挑战 因为每次失误都会让他们损失一部分购车优惠 那么他们在巨额优惠面前会高兴到手抖脚软不会开车吗 你们能挑战成功吗 超值优惠又能拿走多少 我们一起生命一代 好的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三位的到来 你们三位可以说非常的幸运 而且也很勇敢 因为今天我们在现场将会进行现场的挑战 大家可以看到你们新衣的车已经在我身边了 但是待会的考试项目对于我来讲 我会非常严格的要求你 如果你们在挑战过程当中出现任何小点的差错 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们的购车基金 当然这一次由北京现代云南宝龙4S店提供的购车基金 那么现场可以说你们已经获得五分 但是如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小小的失误的话 奖金将会扣住 所以在此之前先祝你们好 三位新衣买家通过筹签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各自的出场顺序 他们将通过盗库曲线行驶和通过连续障碍三项驾驶基本技能的挑战 挑战的过程中苏智将对他们的表现进行严格评判 你们的每一次失误都会让自己损失五百块钱购车优惠哦 那么这些驾校中逼学的项目会对这几位拿了驾照的老家们造成困扰吗 他们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全额拿走购车优惠 是否能通过过严格的考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一个出场啊 虽然还是有点紧张了 虽然说开车开了嘛 开了个四五年那么多 但是也没有就是说有那么一个场地啊 就是还没有就是说 再回到以前驾校那么去服务行 比方说盗库啊停车这一块的嘛 就是说反正心情还是有点紧张 拥有四五年驾龄的黄海军看来是相当自信 从盗库考研一开始他的表现就相当不错 动作流畅操作合理 一看就是老家拍头 盗库了嘛 有时候在家里面盗库啊 到商场购物到停车场里面购物啊 这个盗库了嘛 一般还是一直是能盗的味道 还是挺可以的 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能够挑战成功的时候 这个时候状况出现了 最后一次盗车入库没有入位 而且紧接着他出现了第二次的失误 对于海军这样的老家来说 连续两次失误实在是不应该 这一下他可就损失了一千块钱的购车优惠 盗库的话原来考试的时候就老撞那个杆子 我觉得觉得特别难 就是后来考试过了以后 也开了两年的车嘛 加上有自己的那个实际经验 就是盗车这个 倒是觉得应该还可以经验取胜 看来经验还是帮了一点小桃的忙 第一次入库很顺利 可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出库的时候由于方向打得太早 小桃的左后轮不幸压到了线 可能是这次失误的影响 让开车两年的小桃 居然在接下来的操作当中 联系两次熄火外加两次压线 小桃啊 你这可是一下就有五次失误了 看来你要和2500元的高车优惠 说再见了 眨近着那样没思过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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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这个车上 看着我们很紧张啊 你要跑到岸去 你刚才是什么情况 不是 我一直毕业了以后 就是习惯到车以后就开过手轮 你会开自动的 打不规惯了 所以突然会有点陌生 怎么会是第三个 你看我才刚拿驾照出来 水晶还不行呢 如果是第二个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我压力太大了 前两位选手在倒车过程中都出现了各种失误 看来拿到了驾照 却还没有开过车的小陈要多加小心了 就在我们担心的时候 小陈哎呀妈呀 果然出状况了 一挡 往前一挡 对了 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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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容易挂上了倒挡了吧 小陈却陷入了起步熄火 再起步 再熄火的泥毯 仔细一看 呃 陈啊 这个手刹怕是要放了吧 算你狠 看来你还是新手中的战斗机 六次失误让你第一轮就失去了三千元的购物车优惠 后面的考验 你准备好了吗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哎呀熄火了 熄火了 从那里到这里已经熄火了五次 非常抱歉 你的分数已经扣完了 而且现在这个角度你真的没有办法到这个 好吧 下来吧 是不是太不熟练了 嗯 你看看你这个座位 都已经快坐到方向盘上去 在第二个项目中第一轮表现不错的黄海军一上来就出现了一个不应该的食物 在弯道中轮胎意外的碰到了边线 而神杯五次失误的小桃在这一轮却发挥的非常不错 很漂亮的完成了这一轮的考验 第三位出场的小陈在这一轮 哎呀妈呀又出状况了 这个绕蛇行弯呢 平常我们经常在 平常在云南的山路上会碰到的一个景色 所以呢你必须得为沿着那个弯道的尾道来走 像刚才你那样如果你撵过去的话 如果你设想一下旁边是河的话 该有头危险 对不对 历经千辛万苦 三位幸运买家终于来到了第三个考察项目 通过连续障碍 不过这个时候看来大家都已经对车辆非常熟悉了 三个人都很顺利的通过了考察 经过三轮挑战三位幸运买家 最终能够拿走多少购车优惠呢 对这款车我也感觉挺喜欢 所以说能够来参加也能拿到最大的优惠 我觉得挺好很高兴 然后呢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这次比赛当中 这个车的那个倒户行驶吧 我感觉就是现在和以往考试不一样了 虽然说有点紧张 有点那个什么压力 但是我觉得还比较可以 然后在那个旗舰行驶当中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这个车的性能很好 一上去就没熟了 不是说什么很难的 今天早上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来的是自信满满的 觉得自己可以拿到全额的优惠走 但是经过下午三轮的比赛之后 觉得很失望对自己 直接怀疑自己的驾照可能是买的 在倒裤的时候呢 熄了三次火 然后又就是压到线 可能就自己已经被扣了2000多块钱吧 今天的表现其实让我蛮吃惊的 因为本来没想到自己会表现这么糟糕 可能优惠也拿不到什么了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的气发蛮大的 我自己回去之后还是要好好练习 避免做马路杀手 好的三位通过今天的努力 为你们来赢得更多的优惠 那么成绩在我手中 接下来我就要来为三位宣布一下 好的首先第一位 我们要宣布的是一号小火 通过你今天的三项测试 失误三次要扣除1500分 所以恭喜你啊 扣的还不算多 二号我们的小陶 就我从陶这位扣的是2500分 有点多 但是不关系 我们还是掌声恭喜一下 好不好 接下来呢 比赛当中扣分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小陈 总共有七次失误扣了3500分 很可惜 但是没关系了 我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最终优惠的这个价格 会非常的令人惊喜 三轮挑战过后 黄海军失误三次 损失购车优惠1500元 陶梦莹失误五次 损失购车优惠2500元 而陈富军一共失误七次 损失购车优惠3500 按照规则 本次北京现代云南暴龙赛斯点 提供的购车优惠额为22000 扣除三位幸运买家 因为失误而损失掉的购车 黄海军最终获得优惠 20500 陶梦莹最终获得优惠 19500 陈富娟最终获得优惠 18500 相比市场价 18000元的优惠 三位幸运买家 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又捡到实惠了 超乎想象的价格 意想不到的优惠 是幸运买家 每周我们将从有购车意向的会员中 随即筹取三位幸运买家 幸运买家 只要通过节目中所设置的重重障障碍 就能获得 微车制联和各大汽车经销上推出的 低于市场价的全省最低劲爆优惠 您想以最低的价格买车吗 您的手机还放在一边吗 别犹豫 赶紧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用低板架买车的幸运儿就是您